新北市三峡有一名灵性男子 他疑似是吸毒之后恍神 竟然闯入人家的民宅 还向正在睡觉的屋主说要借钱 被害的屋主看到陌生人竟然在床边吓得大喊 而且立刻赶他走 原本觉得没有损失算了不要报警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名灵性男子竟然二度光顾 他说他的钥匙掉在里面了 可不可以进屋子里头来找一找呢 这下被害屋主真的气得报警 小哥 请问今日诸葛先生在家吗 三国时代三顾茅庐展现礼尚往来传为佳话 以前人有求于人客客气气 但是现在在新北市三峡 却有一名灵性男子两度光顾别人家 不但不请自来而且根本当自己家 屋主超傻眼这名灵性犯贤 自称是吸毒恍神偷骑别人机车 跑到中性男子的家大摇大摆走进屋内 看到屋主在床上熟睡 竟然就在床边跟屋主说要借钱买毒 屋主吓到赶他走 他还赌气怒客屋内的红酒半瓶 原本屋主以为这样就没事 结果灵性犯贤竟然又再度回来 说要找钥匙 他吸了毒 他一直误以为这个被害人是他的朋友 所以他一直要跑进去找他的朋友 两度闯屋行径相当不客气 中性屋主当场报警抓人 嫌犯推称是吸毒影响 警方讯后直接将他一切到罪嫌送办 也要追查他说的毒品来源 记得刘志展新北市报导